放棄一定會有想過的 但是幸好我一直有表演 一直有人一直支持我 每一次出完表演的感覺 那個成功感可能是我一直堅持下去的一個信念 最後的光 走遍空空間 我小時候其實是很不喜歡鋼琴 因為是媽媽逼我學的 其實也很煩惱 同學知道我懂音樂 不知為何沒有現在人們那麼懂得欣賞 每個人都會笑我 小學反而會被人笑 但是到了大約中學 我接觸到一些流行音樂 譬如周杰倫的音樂 開始令我彈多了一些pop music 令我喜歡彈琴 或者喜歡pop music 喜歡音樂 放棄一定會有想過的 但是幸好我一直有表演 一直有人一直支持我 每一次出完表演的感覺 那個成功感 可能是我一直堅持下去的一個信念 如果沒有表演 沒有人支持我 那我一直都支持不了 現在這一刻繼續玩音樂 其實我都喜歡是live music 你不要當那個比賽是一個比賽 如果你當一個比賽的話 你會被那種壓力影響了你的演出 反而好像普通的dram歌 好像普通在練習室 琴房那裡練出來 好像平時在家裡唱歌 在家裡的洗澡房唱歌 這樣唱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自然一點 輕鬆一點 反而會拿到那個 就是一個更加好的效果 我希望十年後的自己 仍然可以保持著這份動力 純真去玩音樂 而不要令到別人後悔 無論結果是好和不好都好 一直繼續玩下去 那你就會活得精彩 大家都開心